大家好,我是教绵语的张老师 那我们上一节课已经教了原音第二个 就是意义意义嘛 对,它有符号是有两种 一个是上面圈圈,圈圈里面一半 还有后面两点,为啥能笼的那一个 还有就是用念的 就是说那个符号不一样 可是拼出来的音是一样是这样的意思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写一点它的那个文字 但是今天呢,会包含到前一个原音 就是啊啊啊那个啊的那个 也会有包含在内 因为其实我们学了两个原音之后 有一些很简单的原音字 其实已经可以拼了 也就是你会看这一行原文里面 可能会有两个字你已经看得懂了 就是已经它那个音你已经可以拼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来 好,那第一个是我们这个练习 刚才我们说了 它的那个符号有两种 圆圈圈跟 好的,第一个是 你看它是要把那个前面音后面 就是前面一个单元后面一个单元全部加起来的 那好,下一个就是 那就是那个手表 中表或者是小时 这样的意思 我的手表 好,下一个是 帕阿,帕阿,帕 沙以,帕,帕帕 帕帕是我们那个一种 缅甸一些乡下用的一种鼓 就是打的那个鼓 那个叫帕帕 当然它可能是某些地区才会用的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少的某些民族 下一个是 可是变音 要怎样念 它就是儿子女儿 它就是儿子女儿 它是儿子 好,下一个是 啊,那里,你,啊,我,啊,哇 啊,你,啊,哇 红黄,啊,你,啊,哇 好,下一个是 啊,那里,你,啊,那,啊,那,啊,啊,啊,你,啊,啊 变音哦 啊,啊都是儿,啊,你,啊,就是附近 这附近 啊,你,啊,那,把系列有什么 好,下一个是 大一地 啦,啊,啦,地,啦,知道吗 啊,它就是以 直接就是以 啦,啊,啦,以,啦 有腻吗 吃的东西腻吗 好,下一个是 它就是坐车 是就是乘坐的意思 就是骑完坐火车 所以骑有这样的意思 下一个是 就是 就是弹吉他 就是吉他 地就是弹奏这样的意思 就是 就是灯泡 咪地 咔阿咔 巴伊比 咔比 但是这个比 我们要念成 叭 咔比 它就是车轮胎 当然这是特定的 其实正常你就 比就好了 可是这个是要变音 等于说要说 咔比 车轮胎 这个是一定要写的哦 一定要跟着写的 所以这边呢 可以用那个免文 我介绍那个书本来写 好,下一个是 就是属于是 就是比较长的句子 就稍微短一点的句子 几个词 牙以尼 牙以尼 牙阿尼 牙阿尼 尼尼尼尼尼尼 萨以细 拉阿拉 巴阿巴 尼尼尼尼尼尼 吸喇巴 排整齐的来 尼尼尼尼尼尼 就是整齐的意思 来是动词是放后面嘛 所以叫吸喇巴 巴是比较有礼貌的词 请 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你看见那个员工 可以让他们这样来 要排好整齐 好过来 下一个是 大以底 阿 那以尼 阿 那阿那 底 阿尼 阿那 拉阿拉 马 拉阿拉 拉阿拉 要来吗 要来这附近吗 下一个是 那阿那 那阿那 以尼 卡 那以尼 那以尼 巴阿巴 那米 卡 你尼巴 那米 其实就是 那米 写的时候要写那米 名字是 你尼 这样的意思 下一个是 阿 撒以尼 马 撒阿撒 阿 阿 撒阿撒 阿 撒阿撒 撒阿撒 巴阿巴 阿撒阿撒 阿撒阿撒 不吃油腻的 只吃水果 阿撒 就通常油腻的 好下一个是 我们要死记硬背的里面的一个 以哦 你看见这个就是以 跟它很像的没有 就唯一只有这个 卡 亚以尼 那以尼 大 拉阿拉 以 可以 你的啦 这个旅程 就是可以 就是旅程 你 就是近 的啦 就是 近吗 这个旅程近吗 远吗 好 好 那阿 那 那阿拿 亚以尼 那阿拿 亚以 那阿拉 亚以 亚以尼 也是死记硬背的一个词哦 那阿拿 亚以 那阿亚以 那阿拉以就是五个小时 那是来 得来 五个小时 亚就是得嘛 所以得花 五个小时 可以这样讲 那阿拉以 那阿亚以 下一个 马以 米 亚 他阿他 米亚他 但是要念 米亚他 也 好 沙以 西 拉阿拉 巴阿巴 西拉巴 就是 米亚他 西 就是坐火车 西就是坐的意思吗 来 拉巴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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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但是要念 阿拉 卡 这个也是变音哦 阿拉 卡 就是免费的 米 西拉 西 马 西拉 但是要说 米 西拉 不可以免费做哦 是要付费的 当然这个是为了 呃 练习这个词哦 练习拼法 所以可能有些句子 他并不是非常的有意思 阿拉 米 西拉 好的 下一个 尼 每年 尼 码 τέ 尼 degrees 他 他 他 扒 他 麻 dummy 要小心哦 他把你台东西 或者做什么 或者这样来讲 呃 达 达 里 辙 达 达 末 达 末 不可以压到 这个可能会常常用到,各位可以记一下 下一个是 变音 这个上需要变音 就是鱼匠,缅甸人最爱吃的那个 不能说 下一个是 嘛咪咪,那咪咪,嘛咪咪,哇啊哇,咪咪,咪哇,红灯,黄灯 就是我们过的那个红绿灯 咪咪,咪咪,咪咪,哇 好的,如果是说您想要学会这个免文拼读啊 就是一定要跟着写个念哦 像今天这个练习的话 后面的句子你还觉得有点难,或者是不太有时间 后面的不写,没有关系 前面的那个单词是一定务必要写的哦 这样子的话您才会学会这个免文 您竟然是听了这个课 就是代表是还是有兴趣想要去写这个拼读的 那么当然就一定要跟着写一下哦 务必要写 当然如果你没有那个免文书没关系 你在A4纸上或者任何一个练习部上 其实都是可以写的 好的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说前面的那个我们学过的一些绘画 还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每天学一点拼的 但是呢前面的绘画还是要学的 因为其实你跟那个缅甸人说话 写的其实马上不会用到 可是呢 说的就肯定就是马上会需要用到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多听一听前面的单词 还有一些句型 好的 那我是张老师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可以订阅一下 我们常常说的 特别是这个拼读 你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这个练习来写 那如果说我们练习已经是好多久了 你还没有写这样的话 可能会学起来就比较吃力 好的 时间在这里 还是按照聚複 期待 有养护